有声音骂架了吗 声音太吵了 我去关掉一下 家伦们现在没声音了吗 没有杂音了吗 常常去忙了 我今天在公司 大家晚上好 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 对呀 昨晚特别开心 对对对 你自己弄一下 我现在开直播 现在不吵了 然后昨天你们那些货今天应该都发出了吧 对昨天我特别的开心 然后今天工作也是精力充沛 今天还是我帮大家打打包发出去了 这次肯定就是不会有什么遗漏了 家伦们我昨晚我昨晚我昨晚 昨晚有哭吗没哭啊 我昨晚没哭啊 昨晚我那是眼睛进了一些虫子沙子 我那我那眼泪是虫子不是不是自己流的我那个眼泪是虫子飞进去流眼泪的 对昨晚太太激动了 就是第一次爱护老设置 昨晚就是太开心了 然后第一次过这么开心幸福的一个生日从来没有 这样子过过 就从小小时候就是都是简单的就是妈妈煮碗面 然后加个蛋这样就算过个生日了 然后偶尔就是好一点的话就加一个十块钱的小蛋糕 然后昨天晚上然后唐唐准备了三件礼物 每一件都特别的精心 然后每一件都特别的精心用心 然后就是让你想不到他竟然会送这么这些这些礼物 就每每一样我都想不到 坎堂在家里休息 我今天就是来这边但是过来的时候有点眼 就是从坎堂给我那个房子里面过来的话 是有一点眼 就没有车的话就比较不方便打 就坐车的话要比较久 对坎堂在公司吧 然后我今天也在公司给大家发昨晚的一些货 我现在还还没从昨晚开心幸福的日子恢复过来 今天一天都笑嘻嘻的 嗯 家人们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 一只一个包要几万块 没那么贵吧 应该就几千块吧 家人们 那包没有那么贵啊 有那么贵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特别好看这个包 这不要几万块吧 我不知道这啥包 但质量确实挺好的 这个我今天就是背了这个包过来上班了 很方便我就 里面你看 放个充电宝啊 然后放几个手机啊 都 都很方便 不然不像以前 然后充电宝 然后又得放口袋里面 然后手机又得放口袋里面 然后有时候还怕掉了 然后现在别个包 哎 你说 少了一个包 有一包给他购 嗯 猪带包是没有的 那他的限制 然后怎么进化 那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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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有旧大鞋 好 好 这不用几万嘛 这个啥包 我都不懂 我觉得应该 这个质量应该是三四千吧 我看不懂这个牌子 它都是写英文名的 我看不懂 对 但是质量是蛮不错的 对 有的牌子我认得 有的牌子我就不认得 大宝家的祖佛冒清烟了 对 我太幸福了 家人了 但是我觉得 嗯 就是觉得啊 这个 就是 堂堂 送这么多 嗯 有时候我都不敢 就是 不知道怎么去接受才好 几万 两至三万 不用啊 家人们 你们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这个不用 两至三万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三三千块 家人们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三千块 三千左右吧 就三三千左右 家人们觉得啊 是三万的 大家口个二 觉得是三千的 大家口个一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包大概也很 包便宜的也就几十块 好一点的就几百块对不对 如果说大家说这个这个很好的话 我大概觉得三三千来块已经是真的是顶级的 已经很好的了 我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的很不错 它就好像能调节了 这个带子还可以调节 怎么老是有人跟我连PK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这很方便啊 这个背的 长 这个是牌子 为什么 因为我昨晚没发现它既然是两个颜色的 我昨晚那边没发现了 它这边是银色的 前面是黑色的 家人们是不是觉得气质一下子提升了 有没有觉得我气质一下子提升了 是不是 背上这个包整个气质就提升了 背上这个包整个气质就提升了 对不对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肥什么脆的那个 那个我也不懂 那个东西我也不懂 我觉得应该也是 就差不多一两两千吧 家人们这个傻牌子的 有没有家人们知道的 这傻牌子我不懂 家人们把这傻牌子的 有没有家人懂的 我是真不懂这个什么牌子的 这个 爱马仕 名牌 LV LV我好像听说过是个品牌吧 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钱的 应该应该基本上都是比较贵的 几千块的吧 带字母带有字母 我到时候我去看一下 其实多少多少米没有关系 我觉得 坦坦不管送多少米 或者说有品牌没品牌的 我觉得我都很开心 主要是就是不管多少米 我主要就是觉得他就是很用心的 在帮我挑我想我合适的我想要的礼物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让我感动的 不是说多少米的问题 然后比如说坦坦昨晚也送了 那个就是非常脆的 那个我觉得也是 也是说 哎呀怎么老是有人没有PK啊 也是说 他是很用心的 你看 就是不只给我买礼物 还给我 还给我妈妈也买 我觉得 嗯 真的常常真的是 就是 就对我太用心了 所以我昨天就是特别感动 还有的家人就是说 说什么我不懂不识货 装装傻什么的 什么说我没背过品牌包 我觉得没背过很正常啊 是不是 装傻 这个家人是不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以前就是确实是穷没有背过什么品牌包 对我是 我 我是没背过 但是你也不要说看不起我什么的 对我 我不会理他们的 就 嗯 让他们说嘛 是不是 我不会理他们 怎么 我觉得坦坦他也不会说啊 就是说 觉得我没有背过我不懂或者怎么样子 我没有装傻我家人们 有些家人们我跟你说我们我没有装傻 我是真不懂 但是我觉得你也没必要说啊 就 啊 瞧不起我或者说怎么样子 我觉得 啊 然后也有很多人就不懂这些牌子啊 也正也正常啊 房什么房租多少钱啊 啊 我确实也不知道 因为我因为炸我们老家我觉得房就农村的房子 其实 农农村的房子其实就挺大的也没有多贵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那我觉得一个农村的房子 就就就几千块不是很正常吗 就两三千块不是很正常吗 是不是农村的房子又不又不比说啊 说说什么豪宅什么的 嗯 嗯 哎呀 所以我觉得 就 没必要说什么啊 说我 装傻什么的 我从来不会装的 然后也 没必要说啊 看不起我什么的 因为我也是 会 证明我自己的能力的 家人们 然后 然后我现在就说 解定就是说 再 然后再往上 然后 卖我们的 这些茶茶叶了 我先上一下 哎 看到你了 就是我觉得坦坦说的对 然后 就是 啊 就是现在就是说我 就是营销这方面不是太懂 所以 我觉得我还是得在网上 试一下啊 说怎么去 啊 卖这个茶叶 然后 慢慢学嘛 因为以前我也没有 就是说直播过 也不知道网上怎么怎么的 卖卖茶叶 啊 反正我就 啊 像这一款嘛 就是 也是我们 的啊 一个 就是店里面最好的 最好的一款茶 所以 我一直 这个也是我平时 啊 会 经常带着喝的 所以 我是 会一直推荐 这个茶 因为我们家主要就是做 啊 普洱茶是为主的 引南的普洱茶为主 所以 我是会 一直会推 推荐这款茶的 因为这款茶就是 不管 啊 价格品质啊 他都是说 比较好的 就是说他的价格对得起他这 这份品质 对 然后 反正在 往往上 然后也是也是 家人 所以啊 我就是 嗯 其实我们这两斤呢 其实我们这个是两 一专是两斤的 然后我们在线下都是卖 啊 六百多七百多 然后直播 我直播间家人啊 啊我一开始我是卖三九九的 然后昨天是卖三五八 然后既然 就是说 啊 有破到了破价破到了三五八 那以后的话 就给直播家人直播间的家人就是一直就是 啊 卖到最底价是三五八 对不然我们在就是实体店的话 我们都是卖啊六九九到七百多这样子 所以家人也可以看看一下这款茶 这款茶我们是真的是就是啊 做得非常好 对 两斤重 这个是两斤重 知道为什么做成砖的吗 还有的家人们就是可能可能会收到他这个棉子 他可能有点有点有一些是微微的破掉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是什么 因为这个茶砖就是啊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放放了放久了吗 我们要放了很久 怎么老是有人跟我PK 反正 啊 我给大家弹出来了 对 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款的 因为因为它这种都是要棉子去包装的 然后就是最大的程度就是封存封存它的那个口感 然后茶味 所以说 所以说